我們這次起訴的金額總共大概7000萬 其實我們主要的法律上依據就是侵權行為 六親裡面這些台售集團他們長期排放這些工業上的汙染 通過空氣的上播之後累積在這些當地居民的身體上面 造成他們身體上的損傷 過去五年來因為違反空氣汙染相關的環保法規的次數就高達645次 換算的平均幾乎每2.8天就一次 其中最嚴重的當然就是2010年7月25日的公安大火 其實連續燒了三天都無法撲滅 面對這樣子的一個企業 台灣何德何能可以承受得住 總計有74名的原告 我們總計球場的金額是差不多7000萬左右 70幾個只是冰山一角 根據中興大學趙明傑教授的研究 他在兩三年前的資訊就已經顯示 附近的居民一年受6000的因素要1651個人癌症 三年前我媽媽大腸癌 每幾個月三個月就紅色 五年前我爸爸被獻癌 七年前我奶奶大腸癌 九年前我阿公也是類似被獻 被得走牛而走 我們一家你看這幾年家族承受的壓力有多大 再來誰會是癌症死掉 我們彰化也是比他更嚴重 因為南風在吹的時候風是滿滿吹 濃度是非常重的 那我們從這幾年的沿海鄉鎮 跟如果一看六清周圍10公里20公里的鄉鎮 我們也看到幾個鄉鎮 其實癌症發生率也明顯的增加 尤其是沒有工業區的地方 像大城鄉 然後還有一個主廠鄉 都沒有工業區 但是離癌發生率是很高 我想因應前堂養殖協會 在推動這個聯合球場 最主要一個目的 除了說是傷害賠償的潛力主張之外 最重要的是想要再一次提醒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請你們不要再睜眼說瞎話 不要老是提一些不關痛癢的 政策來呼嚴我們 同時我也要提醒所有的 我們的台灣人 六清的汙染 除了台東縣之外 沒有一個縣市是可以倖免的 所以我要請大家 一定要來嚴肅看待這個問題 不要以為大家都可以置身失望 我們今天以重心腸的在這邊 是希望我們國家的最後一道防線 司法能夠給我們一個公平正義的 的一個回應 台灣的六清 當然過去一直認為說 他的對台灣的經濟有非常大 非常大的貢獻 但是這樣子的經濟的貢獻 到底能夠平均的分配給全民來共享 還是只有他們的大股東共享 但是呢 確實把禍害留在這個周邊的這些鄉鎮的居民 非常多態度堅決的人 其實今天願意站出來 挑戰海獸這個石化王國 也挑戰我們政府體制 或所有的政策 過度偏向於經濟發展 反而忽略的弱勢人民身體健康的降低的意義